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中国国兵惊喜来袭 刘国梁连续憋大招 掏出第三个奥运冲冠大法宝 日本看了羡慕及肚恨 国兵目前正在成都封闭集训 备战即将到来巴黎奥运会 而这一次 孙颖莎陈梦王曼玉三巨头将会再次出战 上次奥运会团体比赛就是他们三个 这次还是他们三个 而本次可以说 刘国梁和国兵 为了拿到奥运会的五块金牌 也是连续出大招 刘国梁第三次出招了 前两次把张一宁和邓亚平 两个超级大满贯的选手请来之后 这次刘国梁又憋出第三招 又请来了一位大满贯运动员王楠 可以说历史上每一位大满贯选手 那都是中国乒乓球的一个绝对财富 因为你只要能够拿到大满贯 拿到这三个超级大赛的冠军 说明你对于乒乓球这个项目 对于这个事业 你肯定是有非常非常出色的了解 大满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所以现在能够拿下这个荣耀 那么他们几个人 在奥运会比赛的时候 绝对是有各自的窍门 张一宁怎么赢的 王楠怎么赢的 而中国国兵又请来了王楠 时隔多年 王楠再次穿上国家队队服 他说这是一种荣耀 也是一种责任 同时也是追随邓亚平和张一宁的脚步 给后辈们直接讲话 我们都知道之前邓亚平已经讲过话了 他说国兵运动员你不光要认真研究对手 你还要备战自己 张一宁说你拿着拍子上奥运 上场就一定要想着拿冠军 而王楠所说的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越到关键时刻越要自信 每一位代表中国国兵上奥运的 一定是我们最强大的运动员 他把话放在这了 号召大家一起战胜困难 三大大满贯选手 全部带来了夺冠的锦囊妙技 尤其是单独和孙颖沙交流 和陈梦和王曼玉这几个人交流 肯定也是让他们了解到了 运动员上奥运会是什么样的心态 怎么样才能够赢到最后 这些个人经验 其他国家的选手只用羡慕 到了奥运会的舞台上 有的时候其实技术水平 已经不是重点了 能不能拿冠军 心态是很重要的 怎么调整心态 张一宁可以教他们 王楠可以教他们 其他国家没有这种大满贯选手 就没有经验可以去学习 这是中国国拼才有的配置 连着找三个大满贯过来上课 刘国良的大招是一波接一波 从图片当中能发现 这次王楠亲自助阵 王曼玉大笑回应 陈梦听得很认真 很严肃 孙颖沙也学到了东西 那么相信国拼巴黎奥运会 肯定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不过评论区发现 球迷再问 南队怎么还没前辈来分享经验 为啥都是女选手大满贯得主去交流 孔令辉和张继柯不去吗 难道南队不需要帮助吗 其实小编认为 之所以南队没有邀请前辈去对立交流 主要是另外两位大满贯得主 孔令辉和张继柯 尤其孔令辉不在这个圈子里 刘国良上任拼协主席后 也曾和恩师引销邀请孔令辉出山 但被孔令辉蜿言谢绝了 既然这样 孔令辉当然不会再回国拼了 彻底想离开这个圈子 至于张继柯 感觉他更多属于娱乐圈 而且去年他还陷入赌债丑闻 有消息称张继柯被报欠赌债 将自己和景田的私密照卖给债主 债主向景田要债 虽然他的工作室说这是不实消息 但他曾代言过的多家品牌公司 却急于和他撇清关系 安踏 舒夫家 润百言 向一本草等 多家张继柯曾代言的品牌 删除了与张继柯相关的微博 因为这些负面形象 大概国拼不会邀请他回国家队交流 张继柯目前出任浙江宁波 美日体育俱乐部技术顾问 其实男队真不需要邀请别人来了 因为双圈大满贯得主马龙就在队里 还有谁比马龙成绩更好呢 而且刘国梁也在队里 有他们就可以了 日前刘国梁也寄予国拼 在今年巴黎奥运会取得好成绩 他认为目前的国拼 想要夺得五个冠军 不要去手 要放低位置去拼对手 而且在国拼放出的训练视频当中 刘国梁亲自给王曼玉和陈梦 进行双打训练 刘国梁也清楚 目前国拼球迷 比较关注王曼玉跟陈梦的动态 这两名选手的关注度非常高 在刘国梁给这两人进行训练的时候 主教练马林就站在旁边观看学习 刘国梁是一边指导王曼玉跟陈梦 一边给马林进行教练员方面的指导 这熟悉的一幕 让很多球迷想到了 上届东京奥运会的备战场面 因为东京奥运会备战的时候 刘国梁就是亲自给许心和刘诗文 进行指导 现在刘国梁又亲自给王曼玉和陈梦 进行指导 说明他对这两人的奥运会比赛表现非常期待 能够得到刘国梁亲自训练的国拼选手 未来成绩一定相当出色 这都是有具体依据的 刘国梁不光亲自上阵指导 还邀请了邓亚平 张一宁这些大网贯前辈来给国拼讲课 特别是针对国拼女队面临的长焦颗粒打法困境 邓亚平更是亲自示范指导 花了两天时间给国拼女队的选手进行手把手的训练 这足以看出国拼教练组非常重视女拼的成绩 刘国梁跟国拼教练组十分重视这届奥运会 他们一定要在球迷面前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陈梦这次奥运会单打的压力非常大 有压力就有动力 我们看到每一个国拼选手都在认真努力地进行训练 就是为了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 把所有的困难都预料到 就能够轻松面对奥运会的挑战 陈梦作为国拼的老将坚持在这届奥运会竞争单打 说明他还是想在奥运会去争夺冠军的 国拼男女队的备战都是有目标的 都知道他们在奥运会单打比赛以及团体赛 要面对什么样的竞争对手 就像这次让邓亚平给国拼女队培训长交打法 这就说明在奥运会的女团以及单打比赛 国拼选手要跟印度选手进行交手 所以提前适应竞争对手的打法 就显得未雨绸缪 国拼从来不打无把握的比赛 刘国梁跟国拼教练组一直以来都是运筹帷幄 所以国拼男女队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比赛竞争力 遇到挑战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竞争对手的梯队建设都越来越强 目前国际拼谈外协的年轻选手越来越多 像法国选手勒布伦 埃及选手汉娜 高达都不到20岁 但都展现出了不错的竞技水平 虽然国拼在奥运会的各项比赛当中不可能一帆风顺 但是没有挑战的奥运会比赛 对选手跟球迷来说也是索然无味的 越是有挑战越是有看点 选手跟国拼教练组的积极性会更大 张一宁就预测过在今年奥运会的团体赛 国拼会遇到日本女团的挑战 陈梦和王曼玉这次在奥运会团体赛搭档双打 在面对日本女团的时候是遭遇战 因为他们还没有跟张本美和平野梅宇组合交过手 只要交手就是奥运会的女团决赛 因为日本女团也是上届奥运会的亚军球队 这是妥妥的种子球队 而且王曼玉跟陈梦在团体赛都有可能出战两盘比赛 除了第一盘双打之外 第三盘或者第四盘的单打比赛 他们都要参与进来 所以刘顾良非常重视女拼的双打 他清楚女团想要夺得冠军 就必须要打好双打的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